致力民生 新闻力量 水洋地铁三号线和平南大街 站建设工程即将开工 预计工期有多久 施工期间部分路段被占用 周边出行将如何调流 该怎样绕行 马上看 这里是丹东旅游文化名片 还原了百年前的历史建筑 展示民族文化晒出特色餐饮 未来的安东老街 还有哪些发展振兴的新规划 新突破 再出发 特别策划稍后带来 车浪电瓶频频频被盗 专挑监控盲点下手 它这个显眼上 有一定的反对大能力 狡兔三颗风果吸盘 警方梳理近四个月的电瓶暴气案 能否将它绳之以防 一年之际在于春眼下呢 沈阳多个城建项目都在集中开工建设 沈阳地铁又传来好消息 沈阳地铁建设部门呢 拟于3月24号22时开始 组织实施地铁三号线和平南大街站建设工程 施工周期是多久 施工期间和平大街沿线的交通会有哪些影响 我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 是和平南大街的南八马路的交汇处 那此次地铁三号线呢 和平南大街的建设工程呢 那北起和平广场南至南九马路 全长呢是660米 采用明蛙施工的工艺 需要占用和平南大街路西侧29米宽道路 东侧剩余9米宽道路 设置三排机动车道 调整为南向北单向通行 那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 现在在我右侧的这个机动车道上呢 已经设立了这个安全桩 对来往的机动车辆进行一个分流 记者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了解到 施工期间 拟对和平南大街 其周边道路路口进行交通组织调整 其中和平南大街的南九马路 至和平广场段 封闭北向南方向机动车交通 调整为南向北方向单向通行 新华路的和平广场 至南京南街段 封闭西向东方向机动车交通 调整为东向西单向通行 此外呢 南七马路的吉弦街至和平南大街路段呢 由单向通行调整为东西双向通行 南六马路的南京南街至三亚阶段呢 封闭东向西方向机动车交通 调整为西向东单向通行 除了路段之外 施工设计的路口交通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南京南街的南石马路北口 增设北向东左转车道 南八马路的和平南大街东口取消东向南左转车道 民主路的南五马路南出口封闭 北向南方向机动车禁止驶入 和平南大街的南石马路口封闭南向西 西向北左转交通 西口调整为又进又出 那在地铁施工的时间段呢 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们可以选择绕行路段 那比如说原来在和平南大街北向南方向通行的车辆 可以通过新华路南京南街绕行 那原来在新华路西向方向通行的车辆呢 可以通过南八马路南九马路绕行 那原来在南六马路东向西通行的车辆呢 那可以通过南七马路绕行 那原来在和平南大街的南十马路左转的车辆呢 可以通过和平南大街的南九马路口绕行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将来现在在宰子困在那儿 将来不方便了嘛大伙儿都 那可以自家建设嘛 将来道路越来越好嘛 对不 稍微现在有点不便 老百姓能理解 能克服是吗 能克服 还有好消息 昨天呢 我国东北首条跨海地铁 大连地铁五号线正式开通运营 大连地铁五号线全长是24.484公里 南起虎滩新区站 北至后关站 共设车站18座 总投资约为202.54亿元 大连地铁五号线呢 是东北首条跨海地铁 海底隧道段全长2882米 其中呢 海域段全长2310米 大连地铁五号线呢 作为大连建城运营的第六条地铁线路 是中心城区四横两纵轨道交通线网 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通运营之后呢 大连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达到237.07公里 未来咱们辽宁的交通 还会更加四通八达 大伙出行的时候 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也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这个周末呢 就挺适合出行的啊 因为这个天儿实在是很不错 有风不算大 阳光很明媚 暖意融融的日子又回来了 春游踏青 是不是得安排起来了 转眼呢 三月份就已经过去了大半 那春天的脚步呢 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那我现在呢 就来到了史阳市的科普公园 那今天的温度呢 跟前几天较为寒冷的气温不同 那现在的气温呢 已经达到了零上八度 那我今天呢 也是穿了一个泥子的外套啊 在外面占了能有半个小时左右 那丝毫都没有感受到这个寒冷 那同时呢 我也观察到 那今天出行的市民呢 有很多呢 都已经脱掉了厚厚的羽绒服 换上了稍微薄一点的这个外套 穿搭 反正这种春天来了嘛 肯定跟前两天不一样啊 一天比一天暖和了 前两天肯定早上都穿羽绒服了 现在我们可以 春天样子可以还是不冷了 我看咱们把那个冲锋衣都脱下来了 是是 今天天没有风 风格日丽 多好啊这天呢 前几天 前几天孩子都穿羽绒服了 今天感觉还是挺好的 就是感觉像真正的春天了 那今天呢 不仅仅是气温有所回升 那风力呢 也是比较微弱的 那同时呢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左右啊 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 那现在呢 这个阳光呢 是非常充足的 那太阳照在身上呢 也是暖洋洋的 那也正是因为这样 晴好的天气啊 又恰逢周六 那我刚才呢 也观察到 今天呢 来公园遛弯的市民呢 特别的多 那我们通过镜头呢 也能够看到 那在这个小游乐场上呢 有很多的家长啊 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们 在玩滑梯 那在旁边的广场上呢 有很多市民啊 在梯件子进行锻炼 那像这样的场景呢 让人看起来 也觉得十分美好 今天天气也好 我们俩是一个的单位同事 约好了 除了溜达溜达 散在心 放松放松心情就是 现在有点热了 我穿着衣服 我穿着羽绒服 我没脱 二十多分钟 二十多分钟 嗯 感觉有点热了 有点热了 天气不错 然后周六周天 带孩子出来晒晒太阳 补补干 天挺好的 春天了 带孩子出来 看看小草啊 让他们认识 认识植物 然后玩玩土 清净大自然呗 浇点水 让他们快快地发芽 觉得心情很好 感觉这个天气怎么样 很暖和 那刚才呢 在采访的过程中 有很多市民啊 纷纷表示 今天呢 特别有春天的气息 那大家一会儿 现在通过镜头 也可以看到啊 现在在我对面的这个位置呢 那柳树呢 都已经发了心眼了 那从远处看上去呢 是一副生机盎然的景象 那同时呢 未来几天的这个温度啊 也是会持续走高 但是呢 下个礼拜啊 或许会迎来这个降雨的天气 那所以说 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们 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 及时增减衣物 避免欢喜感冒 哎呀 刚才看到了 这柳树发心眼了 桃花也快打包了 春天已经挥着手离 咱们越来越近了 明天这个天气呢 据说比今天还暖和呢 想计划要出去玩的朋友 可别错过 待会儿都市气象寨 再跟大伙想起来 说说明天究竟该穿什么 天暖和了 恢复运动健身的朋友们 咱们也可以安排起来了啊 不知道电视机前 有没有喜欢打台球的朋友 今天2023年 辽宁省台球锦标赛开赛了 不少省内高手们都来了 我们记者带大伙去现场瞧瞧吧 随着全民健身观念的 不断地深入人心呢 台球运动也是逐渐地 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市民啊 在参与台球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收获了很多的健康与快乐 3月18号上午 2023辽宁省台球锦标赛 在水阳开赛 辽宁省台球锦标赛 这个赛事是我们辽宁省体育总会儿 每年举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 参赛的群体有18岁 覆盖到70岁 分社会组和老年组 跟沈阳苏加特来 然后来参加今天这个上比赛 那我想问问你 台球是哪里吸引了你 然后比较喜欢这项运动呢 台球就是它不确定性非常多 就是变化性非常大 就是再包括自己 首先就非常喜欢台球这个运动 然后就每天搭打台球 锻炼锻炼身体 在说起里话 这个辽宁省台球协会啊 和体育局对我们老年比较关怀 我一直我参加了这届 能有最少五届 最少的 而且这个 传国那个老年台球比赛也去了 我打前三名 可以说呢 经过台球人多年的努力 台球项目已经改变了 曾经街头运动的形象 据统计呢 目前国内台球爱好者 达到了六千万人以上 而且啊 中式台球规则非常的简单 也容易上手 适合各年龄段的人群 同时也能够培养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和竞争意识 已经成为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了 让群众真正的从全民健身中享受到全民健康 我自从退休之后啊 这个台球运动啊 非常吸引我啊 尤其作为我们这个老年队啊 这个台球运动你第一强身健体 第二你这个练习势力 尤其我们这个这个年岁了啊 那个有些这个花眼的 通过打台球你能矫正我们的势力啊 散光也好得多 我今年69 打退休之后吧 就愿意打太球 因为什么呢 打乒乓球吧 体力跟不上 这个吧 还能锻炼身体 还有兴趣 互相还能交流 还什么呢 增长智慧 所以喜欢打球 怎么说增长智慧呢 就从是坐杆 是打杆 是长杆 高杆 低杆 坐杆 都得练着 都得学去 我们辽宁市体育强省 通过比赛的成功举办 我们也在不断地拓展 群众体育的广度和深度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不断满足人们群众 日日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运动啊 也和读书一样 开卷有益 那甭管你是喜欢大球 还是小球 大众还是小众 跑步还是游泳 只要咱们动起来 日积月累 我们身体就会发生 令你欣喜的变化 春天来了 咱们也都动起来吧 你最喜欢的健身 或者运动的方式是什么 互动时间 也欢迎大伙来说一说 我估计啊 电视机前 凡是喜欢运动的朋友 您这睡眠肯定差不了 最近呢 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 发布了一个 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3 这份报告研究分析了 去年中国民众的睡眠状况 大伙可以对照一下 看看自己属于 这个报告里的哪类人群 这份报告数据呢 源于2022年 中国社会心态调查 样本涉及30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 18到70岁的居民 这个数据显示 2022年呢 受访者每晚 平均睡眠时长是7.4小时 近半数受访者呢 每晚平均睡眠时长 不足8小时 每晚平均睡眠 不足7小时的受访者 占到了16.79% 睡眠时间最长的是 大学生群体 是7.74小时 其次呢 分别是普通白领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层人员 和不工作群体 分别是7.43小时 7.41小时 7.37小时 和7.36小时 兰岭工人的睡眠时间 是7.35小时 那本次调查还显示 超过八成的运动健身人群 会在半个小时以内入睡 另外呢 大部分受访者的睡眠质量 自评为上好 或者是非常好 占比是89.60% 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 这个睡眠时长偏短 睡眠质量自评偏低 其中有25.71%的受访者 睡眠质量自评为不好 有网友说了 我就属于那种一沾枕头 就能睡着的人 而且有人弄出点动静 我也不会醒 这种睡眠啊 让大学寝室的室友 真的是无比羡慕 也有网友说了 说睡前如果我不刷会手机 那就是睡不着 还有网友说 这个因为睡前一直刷手机 说啥也睡不着的 今儿也问问电视机前的 各位背粉吧 你们的这个睡眠质量 究竟怎么样 半小时内快速入睡 你有什么妙招啊 互动时间来老了吧 轿车意外撞树 车辆变形 司机被困 居民家窗户掉落 卡在楼下邻居栏栏上 摇摇欲坠 情况危急 都会他们紧急援助 稍后看现场 这几年 关节老跟我对着干 走久了 膝盖疼 抬胳膊 肩膀疼 关节又痛了 我就不信 治不了你 治得了治得了 关节疼痛 有的治 营养鸡排 盐酸胺基葡萄糖胶囊 国药准子 不仅止痛 更能治疗和预防 关节炎 关节疼痛 消除疼痛 想动就动 专药专制 关节疼痛 营养级 安糖 大方圆 养生节开始了 3月20日至28日 全场商品 最高满200元 反100元 电子代金券 千种商品 满一得二 多重福利 会员专享 营养滋补 健康养生 尽在成大方圆 2023都市气象战 指手自信 一只冷碗 妈妈去过很多地方 可是她说还是辽宁好 不光是好玩的地方多 好吃的更不少 我的口水 走在这红墙里 空气中都透露着历史的味道 街上的车水马龙 晚上的灯火水灿 时刻提醒你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魅力 可别小瞧了烧烤 这锦州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妈说 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很多 我想赶紧长大 去发现 去体验 每一位来辽宁的人 其实在和我们一起 发现 今儿这天可真是太好了 不知道你出息溜了没有 明天还有一天休息日 据说这天比今天还得暖和呢 咱们听袁倩详细说说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都市西象站 我是袁倩 昨天气温终于只跌回升 今天白天 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回暖 此刻呢 想事外的温度还可以达到10度 不过傍晚这会儿比白天的时候 要稍微的凉了一些了 那么今天辽宁延续了 晴好的天气格局 气温是继续攀升 全省最高气温只有大连部分地区 是不足10度的 其他各地都超过了10度 辽西地区超过了15度 攀升的气温 和煦的南风 简直就是户外活动的标配 大家呢也都没有辜负 这美好的天气 把户外活动安排起来了 今天的温暖 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 正在缓慢地向我们走来 明媚的阳光下 沈阳科普公园里 一片春花是悄然盛开 万物正在努力地展现生机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现在周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晨练的朋友们要注意保暖 那么明天是周日 晴好的天气呢 将会继续延续 早见的时候 就会看到灿烂的阳光了 而且气温呢 也会再上一层楼 预计呢 全省大部分城市会升温1到4度 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 预计会达到12到19度 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入春之路还是比较曲折的 所以这个时候 别看最高气温各种起高调 但是呢 最低气温还是比较低迷的 比如说明天早间 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气温 是零下三到零上的五度 所以早间外出比较早的朋友 依然要注意防寒和保暖 而且明天的偏南风 会比今天更加的大一些 目前来看呢 明天大部分城市的偏南风 是4到5级 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呢 要注意防风和防火 在这要特别提醒 早间需要出去晨练的 这些朋友们 因为早间气温比较低迷 所以说呢 别看阳光很明媚 但是外出还是要穿上棉服 或者是薄一些的 这个羽绒服的 那么这个周末天气情好 气温也是一路回升 偏南风盛行 整体上来看 体感还是比较温暖的 不过在下个周一的时候 预计会迎来一股冷空气 届时省内小部分城市 可能会迎来降雨 所以说未来一周出行的时候 还是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的 好 这一时段 都市西象战就是这些了 有关未来一周 更为详细的天气情况 请大家密切关注 下一时段的都市西象战 这一时段都市西象战 就是这些了 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 人生或者赛场 天赋总是无可取代 好啤酒同样要有天赋 天湖啤酒天赋好水 来自水源地的奉献 水阳国防医院 五同微窗妙除 静脉虚张动脉硬化避色 二二八二五三七七 水阳情零下三到十六度 大连情转多云四到十二度 安山情五到十六度 腐顺情零下四到十六度 本心情零下一到十七度 丹东情零下三到十二度 锦州情一到十六度 迎口情二到十度 复心情零下五到十七度 辽阳情零下四到十五度 铁领情零下四到十五度 朝阳情零下三到十九度 盘景情一到十二度 葫芦脑情零下三到十六度 生活环境影响的不只是生活的舒适度 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情 这么说大伙是不是肯定挺同意 最近这段时间 沈阳的胡女士这个心情 真的是挺乱糟的 咋回事啊 胡女士家住沈阳市和平区 胜利南大街二十号楼 半个多月前的一天 胡女士下楼买菜 刚出楼道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发现垃圾突然没人清理了 然后就越堆越多 已经堆到了路的中间了 后来我们自己清理了一下 把路整开那么一点了 胡女士说 除了小区门口这处的生活垃圾 小区内还存在建筑垃圾堆放的情况 这边的这些建筑垃圾 也不知道是谁家装修 可能留下的 以前吧 那个物业有清理的时候 这些也是给清理的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放了很长时间了 影响就是那个一个环境 影响那个来回咱们出入 看着也特别的弄心 胡女士表示 之前小区内每天都会有人进行扫宝 从来也没有出现垃圾堆放的情况 为何现在没人扫宝了 小区居民都不知情 随后胡女士联系了小区所属的 洪福社区 但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目前小区内垃圾堆放的情况 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对不 然后再一个年 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那你说这味儿肯定是要有影响 但是有虫呢 再来老鼠 越想越可怕 但有影响了 它这招号着 一楼往屋一楼里边跑啊 晚上这夏天前来 这一生活垃圾 有的往这冷 它不那有味吗 应该说最近这些年啊 这样的情景 在咱们生活里 真的是不多见 好好的小区 为什么突然间垃圾 就没人清理了呢 这个问题怎么才能够解决呢 3月13号上午 记者来到了沈阳市和平区 太原街街道 洪福社区 社区书记表示 目前胜利南大街 20号楼的产权 属于中城物业 但早在2022年8月份开始 物业就对小区内的 日常扫保工作弃管了 为了保证在原区的 正常运行呢 政府就委托现有的 保证性物业 接管了原区 对这原区进行扫保啊 包括拉近的轻运 经过了七个月的 这么长时间以来 保证性物业也是说实话 实在是无力承担 这部分扫保的费用 社区书记表示 原保证性物业 之所以没有能力承担费用 是因为中城物业 一直没有将原区的产权 移交到和平区政府 目前新的保障型物业 已经进驻了原区 原区的垃圾 已经被轻运完毕 工作人员每天也会按时 对原区进行扫保 至于费用方面 和平区政府制定了一套 临时的过渡方案 政府兜底 百姓共同参与 具体的就是单价 每个月是9块钱 粮食的是10块 30的是11块的这种过渡方案 直到说政府把这个 区政府把这个产权接手之后 百姓就不需要再承担 这部分的费用了 随后记者再次来到了 胜利南大街20号楼 发现原区内 无论是生活垃圾 还是建筑垃圾 都已经被轻运走了 小区内的环境 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对于这套临时的过渡方案 居民们也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它要是委层啥都能搞上去 咱们收点钱也是应可的 那是肯定比丑两天要好多了 那是好多了 现在垃圾基本都清理走了是吧 都清理走了 都清理走了 昨天好像要清理的 咱就是为了环境好 交10块钱可以 反正是给扫 咱就交钱 不给扫 咱就不交钱 好在这个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未来咱还是希望 能有长效的一个解决办法 尽快出台 能让大伙在这生活得更踏实 相信大伙也会经历 维护环境整洁的成果 生活垃圾出现在 不该出现的地方 咱们都挺困惑 不过对有一个地方来说 这些生活垃圾还是宝贝 这话怎么说呢 那在一场生活当中呢 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垃圾 垃圾运输车呢 也在不停地运转 那这些垃圾都去哪了 又是怎样被处理的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那今天呢 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 和60余名环保志愿者 一同来到了光大环保能源 沈阳有限公司 我们来实地地参观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垃圾 究竟是怎么被处理的 我们公司目前为沈阳市 年处理生活垃圾 99.9万吨 这个年发展量 36亿千瓦时 这个自头上以来 这个接待这个餐馆 近千余批次 六千余人 这个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沈阳市的垃圾 从哪来到哪去 这垃圾便会为保 让大家对这个垃圾 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认识 我想象之中的这个垃圾处理电厂 应该是垃圾城堆 臭气熏切 没有下脚的地方 可是今天来了一看 这种环境优美 舒适感触非常的深刻 没想到我们实际上是 这个环保 这么这么的重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垃圾舱的控制室 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呢 有两个非常大的垃圾舱 那这个垃圾舱里呢 容纳了沈阳的 沈北 黄沽 于洪和大东 四个区的生活垃圾 那现在呢 工作人员也正在作业 通过这个垃圾抓斗 把这个垃圾抓取上来 扔到这个肥烧炉当中 进行肥烧发电 那大家呢 这个来到这里参观呢 也能更直观地看到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产生的生活垃圾 究竟是怎样被处理的 这个生活垃圾 从净少后 这个在垃圾舱内 发酵七到八天 然后进行入路焚烧 这个焚烧后 然后产生这个蒸气 然后带动气流发电 然后这个燃烧后的 这个垃圾变成这个 炉渣进行综合利用处置 生活的那个厨余垃圾 什么的垃圾 整个垃圾那个太多了 我们以后呢 就是肯定就是要 把那个这个减少垃圾 把那个垃圾 都给他分类吧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主要的目的是让公众 实地地了解我们环保工作 增进对环保工作的 这个信任度 这个环保设施单位 这个自觉地敞开大门 接受公众的监督 积极地与公众沟通和交流 这对于促进企业 乃至行业的健康发展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 接下来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 将继续联合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持续推进沈阳市环保设施 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向公众开放 让公众更加了解生态保护 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当中来 为了扩大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吸引更多人来参与 那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通过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这个小程序 来进行网上预约 实地打卡留言 今天咱们这个互动话题 说的是这个睡眠 因为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3发布了 这里边详细列举了 大伙平均睡眠的时间 比如说这个 遇到睡眠什么样的问题 怎么能够快速睡眠等等 借这个事 咱们也跟大伙来讨论一下 大伙都来说说 自己的睡眠怎么样 或者快速入睡 你有什么好方法 青山绿水说了 晚上好 玲玲 说这个睡眠问题 我真的是深有体会 原来我的睡眠质量非常不好 晚上很难入睡 一旦睡着了 有一点动静 我都会被惊醒 就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 后来我就每天晚饭后 坚持走步 这样下来坚持了十多年 睡眠质量大有进步 不但入睡快 还睡得时 再也没有受到 睡眠问题的困扰 大家可以试一试 希望每个人 都有一个美好的睡眠 的确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喜欢运动 喜欢健身的人 这个睡眠应该不会差 因为运动健身 是一个调节我们身体 这个由内而外 让这个 比如说我们分泌很多 像多巴胺这样 非常有益的激素 帮助我们身体循环起来 这是非常有益处 所以你的睡眠肯定差不了 辽宁都市频道铁粉 这位朋友留言 他说林玲姐你好 我一般的这个睡眠 能够达到七个半小时 我就是这种半小时入眠的人 同时我也是几乎 什么小东西都弄不醒的 我的睡眠小秒招 就是鼠羊和放音乐 你这个睡眠质量 真的是很让人羡慕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小孩子睡眠特别好 一个是这个孩子 可能身体发育阶段 再一个 孩子有一个习惯 大伙注意 孩子什么事都不想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睡眠不好 睡觉前千万不要思考 让你的大脑处于放松情况 这样的话 可能更加有助于快速睡眠 好 这个话题刚刚开始 期待更多朋友来说一说 比如说你睡眠不好 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 或者睡眠好的朋友 也来说说有什么好方法 这里是丹东旅游文化名片 还原了百年前的历史建筑 虽然微缩了当时的街况 但是却还原了老街的盛况 展示民族文化 晒出特色餐饮 未来的安东老街 还有哪些发展振兴的新规划 新突破再出发 特别策划稍后带来 这几年关节老跟我对着干 走久了膝盖疼 抬胳膊肩膀疼 关节又痛了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治得了治得了 关节疼痛有的治 营养鸡排盐酸胺基葡萄糖胶囊 国药准次 不仅止痛 更能治疗和预防关节炎 关节疼痛 消除疼痛 想动就动 专药专治关节疼痛 营养鸡安糖 一分一秒 铭记着奋斗的激情 一时一刻 写就了坚持的热情 日历翻阅间 时光在奔忙中流逝 四季更迭中 梦想在追逐中启航 一条精彩视频 一场鲜活报道 和你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 你为生活总有无奈的故事 依旧向上 我守护你 总有感动和难关 常在路上 讨身体是基础 讨心情是幸福 你的生活里偶尔有我 我的岁月里全都是你 坚守信念服务 何具雨雪风霜 肩负使命担当 更应出力图强 心能有力量 生活有希望 关注热点话题 解决生活难题 感受时代的脉搏 补助烟火的清香 共住内心的温暖与美好 日子天天过 天天都有乐 岁月成新 美好常在 2023 看见更美的都市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年是辽宁省启动 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的首战之年 改造提升 培育一批 人气旺 特色强 有文化底蕴的特色街区 也是重点工作 安东老街 对于辽宁丹东来说 是这座城市的历史缩影 我们都市频道 特别策划 新突破再出发 今天咱们一起去 美丽的边境城市丹东 看一看 跟着我们的镜头 看看百年前的安东 是怎样的一番风景 这张丹东文化名片 是如何将传统文化 和现代商业相融合 未来三年 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新突破再出发 我现在是来到了丹东市的安东老街 安东老街是丹东非常有特色的 仿民国建筑街区 自从建成就特别的受欢迎 待会可以看一下 安东老街的这个大牌子 也是又复古又气派 现在我们就进里面去瞧一瞧 看一看到底是怎样一番天地呢 安东老街取名于146年前 清朝6年的安东县 也就是现在的丹东市 安东老街项目始建于2010年 是由辽宁锦绣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在2014年6月 安东老街正式亮相 也是丹东市唯一一个 集怀旧观光 民俗文化 特色参演于一体的 文化商业街区 目前我们安东老街的 一层和二层 总共的面积是三万平米 目前呢 经营商家达到了154家 目前在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呢 就是在周中的时候 能达到一万两千人左右 那在周末的时候 能达到两万多人 那同时呢 在我们比较大型的 活动节点过程中 比如春节 我们正月十五的话 我们整个客流量 达到三万人以上 刚才我也看到 咱们在这边巡逻 也在为老街的 这个安全保驾护航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巡逻期间 看到老街最近这段 有什么变化吗 从这个元旦之后啊 老街的人 人流客流量不断加大 人越来越多 也可以说这个 辖区的商圈的生意 越来越好 为了保证我们侠区商圈 这个自然环境良好啊 我们派出所也结合这个实际 不断加大对老街的 选择力度 为了也是为了企业 为了老百姓 这个在这个商圈里 吃喝玩乐也好 更安全 更平安一些 今年吧 就是从过年开始 就感觉好像我一直都在忙 特别荣幸 能由老街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能为我们穿到这么一个 挣钱的机会 就从过年到现在 人特别多 我们一想不到的多 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我家灵魂的酱料 好 多来一点 好 好 每天客流量都很大 现在连旅游的也多 就是这也是我们当老板的 没想到的这一次 安东老街的建筑外形呢 主要是参照了 丹东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 老街号建筑形式 最大限度的还原了这个百年前啊 安东时期的这样的一个街帽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些街区啊 像是聚宝街啊 星龙街啊 财神庙街和天后宫街等等 都是按照当时安东时期的布局 两横四层排列的 虽然微缩了当时的街况 但是呢 却还原了老街的盛况 就是更多的把安东这些老世界 老文物都容纳了 让我们后一辈人 不要忘记我们丹东的历史 就叫优远发展吧 相传下去 我们每天 我们安东老街是365天 天天过节 这个感觉啊 就是包括我们这边 这个舞台 大舞台 每天都有丰富的节目 不一样 像今天晚上 应该就是有一场 各五百回在这里呈现 给咱们所有的 那个市民和游客 安东老街营业7年来 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商业演出400余场次 惠民演艺活动 近1600余场 从节日角度出发 利用互联网短视频 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 对外发布视频 照片 信息 极大的扩大了 丹东城市的知名度 利用这些极具反染力的 文娱活动和消费场景 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 丰富了丹东的旅游产业 安东老街的文娱文化 经过了几年的发展 已经打造出一套 具有鲜明特色的 民俗文化表演体系 并且还成立了 安东老街民俗表演艺术团 现在这里表演的 就是新派评书《鬼吹灯》 我现在是来到了 老街的二楼 这里不同于一楼 有着两横四纵的小吃街 这里是有着九街九巷 一共18条胡同 这里是2019年 安东老街二期的工程 所打造的文创街区 像我现在所在的 双合一胡同里 就有着丹东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葫芦克字 以及花鸟字的 现场表演与展示 年年有鱼 鱼也象征了台数 说这个东 安东整个台了起来了 也希望安东老街 越来发展越好 越来越好 除了民俗展示和文娱表演 安东老街还整合了 丹东优质的产品资源 积极打造旅游后备箱工程 形成了由理传承 情至天下的产品理念 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 新零售模式 同时在安东老街内 推出直播达人 网红产品 网红店铺 网红场景 领跑丹东 网红经济 这种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运营模式 受到了国内外众多电商机构的 广泛关注 经过几年发展 安东老街初步形成了 以老安东的城市历史文化 本土民俗文化 区域民族文化 红色党建文化 四大体系为支撑的文化内核 将丹东地方传统文化 与现代商业运营模式有机融合 以厚重的文化街电 撬动文旅餐饮消费产业融合发展 给游客以视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听觉上的全方位立体体验 先后荣获辽宁省特色示范步行街 辽宁省旅游休闲示范步行街 辽宁省电商直播示范基地 省级先进党支部 丹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丹东市首批文化产业基地 丹东美食十大打卡地 百万网友心中丹东最具魅力的景点之一 未来三年的话 我们现在总共安东老街大街区项目 是分五期建设 现在一期二期已经完事了 即将建设的三期项目 就在安东老街对面的金碧厂 金碧厂预计今年四月份开始 就逐步开始动工 在两年之后 大概能建成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四期和五期 在安东老街两侧 分别是我们目前的丹东剧院项目 和我们这个身衣厂项目 这两个项目预计在五年之内 完成整体一个建设情况 总共投资在12亿以上 今年辽宁省启动实施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改造提升培育一批 人气旺 特色强 有文化底蕴的特色街区 也是其中的重点 未来丹东将利用 安东老街独特的IP属性 满足游客游 购 鱼的消费需求 将丹东地方传统文化 与现代商业运营模式 有机地融合起来 以厚重的文化积淀 撬动文旅 餐饮 消费产业融合发展 给游客以视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触觉 听觉 全方位的立体体验 未来呢 安东老街 还将继续打造丹东 地方传统文化 旅游文化 人文精神的窗口 让人们走进安东 爱上丹东 那你的家乡是哪 有哪些美丽的风景 文化名片又是什么 互动时间 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 今天互动话题 咱们说了大伙 这个睡眠怎么样 我们也做一个小调查 因为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3也发布了 就针对大伙 这个睡眠的质量问题 也做了一些调查 看一下风轻云淡的感受 他说我感觉这个睡眠时间 确实是随着年龄增长 而减少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经常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而且这个睡眠质量很好 早睡早起 现在啊 他60多了 我晚上睡得晚 正在看短视频呢 我发现妈妈也在线上 和年轻人一样爱熬夜 而且他现在是早上 一般5点多就醒了 一晚上睡觉的时间 还远远不到7个小时 的确啊 现在这个老年人较少 这也是上岁数的一个表现 就很多老年人 我知道都有这个失眠的困惑 有的可能还需要靠药物 老兵老刘留言啊 他说零零晚上好 我的睡眠那是相当好了 睡一上来 脑袋一挨枕头 马上入睡 呼呼的 我总结一下 睡眠好的原因啊 睡前呢 不要喝太多的水 防止企业频繁 不要看这个刺激 恐怖 兴奋的影视剧小说 防止精神紧张 无法入睡 适当的玩手机 玩游戏 刷视频 但是不要过度 防止现在其中 不能入睡 不去想一些闹心事 静下来 就会快一些睡着 就是现在很多人 确实有这个 睡前刷短视频的习惯 你有的时候会发现 我就刷半个点 结果刷刷刷刷刷 一看 十一二点了 好 这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 睡前还是不要 这个刷短视频 我们可以 比如说让自己 安静下来 读读书啊 散散步啊 喝喝热牛奶啊 泡泡脚啊 让自己整个身体 身心都缓和下来 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更快地入睡 男子情绪激动要轻生 民警手臂挡刀 救人一命 无谓的举动 有多感人 司机晕厥 脚车失控 交警路人 联手破窗救人 司机现在情况咋样 都市朋友圈 稍后继续刷 这几年 关节老跟我对着干 走久了 膝盖疼 抬胳膊 肩膀疼 关节又痛了 我就不信 治不了你 治得了治得了 关节疼痛 有的治 营养鸡排 盐酸胺基葡萄糖胶囊 国药准子 不仅止痛 更能治疗和预防 关节炎 关节疼痛 消除疼痛 想动就动 专药专制 关节疼痛 营养级 安糖 2023沈阳首届 惠民车展 来了 3月16 17 18 19 4天 地点 辽宁工业展览馆 汽油车 新能源 全品牌齐聚 高中低端 几百款车型 一次看全 车车 想惠民 底价 订车 就送新车装饰 家电礼包 更有潮玩 娱乐 网红车 打卡 精彩活动 不断 3月16 到19号 辽宁工业展览馆 我们不见不散 车展热线 400 20249499 小时候 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 想带他们出去玩 他们去总服服用 说坐地点方便 说我工作累 该在家多歇息 爸 妈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 就是他们 爱的表达方式 围餐进食 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 然而 每双筷子都去夹菜 或者用自己的筷子 给他人夹菜 无意中 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 交叉感染的风险 杜绝病从口入 使用公块必不可少 朋友聚餐用公块 在家用餐用公块 家庭给每个成员 配备专用碗筷 都是规避风险的 有效举措 使用公块 是一种文明礼仪 是健康好习惯 文明用餐 您用公块了吗 新北方 有三沟多粮箱 特约播应 最近江西南昌 有一名男子 因为家庭琐事 想不开 要轻生 千军一发之际 有一位民警 挺身而出 挡下了这一刀 用生命 为男子 赠来了一个 重新面对生活的机会 多谢朋友圈 刷新每一天 最近在江西南昌 一名男子因为家庭矛盾 情绪激动 拿刀刺向自己的胸口 想要轻生 关键时刻 54岁的民警新军 用手臂挡住刀 救了男子一命 目前新军因为 肌腱及神经断裂 正在医院进行治疗 12年前 他曾与歹徒 殊死搏斗 如今又舍命挡刀 这就是身为民警的担当 向新军和所有 舍己为人的民警致敬 有了人民警察 我们的生活 就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这几天 在内蒙古乌兰浩特 一名白色轿车司机 在驾车时突发晕厥 仰看轿车在车流中 逐渐失控 执勤交警 紧急进行了处置 发现司机 已经失去了意识 两名交警和热心路人 第一时间砸破车窗救人 并拨打急救电话 由于晕厥的司机 得到了及时救治 目前已经脱离危险 有困难找警察 可怎么报警 怎么跟警察沟通 也讲究方式方法 看看张家岗这位 五岁的小朋友 是怎么打样的 在接线员的耐心引导下 小朋友清晰地准确说出了 妈妈的年龄 症状等一系列重要的信息 医生赶到现场后 把小朋友的妈妈送往医院 经过治疗 目前孩子妈妈 已经康复出院了 作为一名只有五岁的小朋友 宝贝的表现可圈可点 一定是家长平时教得好 宝贝也记得牢 关键时刻 孩子也能成为大人的依靠 看完了董事娃 再看看惹事娃 对 你没看错 视频中的这个小朋友 脑袋卡在了马桶圈里 怎么也取不下来了 看的人又生气 又担心 又有点想笑 家长拨打了119 消防员根据经验 没有使用下人的扩拆工具 而是巧妙利用了 抹香香的办法 帮小朋友脱困 消防员先在小朋友的脖子上 抹上润肚霜 然后一边安慰 一边顺利地 把马桶圈取了下来 小朋友的脖子毫发无伤 还奶声奶气地 对消防员说谢谢 孩子们的好奇心 需要安全意识地引导 董事的劲儿 用在惹事前就更好了 樱桃 萝卜 向日葵 绿豆芽 一颗种子 是怎样长成 我们熟悉的样子呢 山东早庄一位摄影师 用636天 记录下了植物神奇的生长过程 生长过程 就是很多不可预知性 每个阶段都是一种新奇的点 植物慢慢地成长 画面对我很震撼的 他说照顾种子 就像照顾一个小生命 每个阶段都需要用心呵护 在这个过程中 也收获了不少惊喜 严实摄影中的种子 好像会跳舞 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和震撼 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 愿你的心愿 也都能生根发芽 今天的都市朋友圈 就是这些 如果您遇到感人事 有趣事 生气事 难忘事 只要够精彩 赶紧将图片视频联系方式 发送到新北方都市朋友圈邮箱 搞愁丰厚 欢迎口稿 都是朋友圈 刷新每天 咱明天接着了 一美这个词咱都不陌生 这些年呢 颜值经济真是迅速升温 一美行业也迅速扩张 同时也催生了各种乱象 像虚假宣传 价格欺诈 甚至非法行医 给消费者身心带来了不少的伤害 前几天咱们节目当中已经报道过 为了整治医美乱象 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市场监管总局 公安部 国家卫健委等11部委 印发了医疗美容行业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向医美乱象出重拳 那咱们辽宁呢 也迅速展开行动 11起医美案件被曝光 去年9月份开始呢 我省开展的医疗美容行业的 专项治理行动呢 有大的收获 截至2月底 全省设医疗美容案件 立案340件 结案呢278件 罚没款606万元 吊销医疗机构 行政许可资质4件 移送公安机关案件7件 公安海关等部门 抓获犯罪嫌疑人59人 打掉走私犯罪团伙11个 查办案件 涉案获值8.81亿元 涉嫌偷逃税款1.43亿元 法院审理医疗美容案件1件 涉嫌偷逃税款1076万元 检查机关办理 医疗美容刑事诉讼案件3件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4件 其中呢11起医美案件 可以说是非常的典型 害人不浅 案件1 沈阳朱某某无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开展医疗美容职业活动案 案件2 北镇市沟邦子镇宏清美学店 未经许可 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活动案 案件3 沈阳市铁锡美来医疗美容医院 有限公司价格欺诈案 第4起案件呢 是沈阳美家美户 美容连锁企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偷税案 第5起案件是 附近市盛河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从无资质企业购进医疗器械 药品等违法行为案 案件6 李某某等致售假冒伪劣 BOTOX美容真剂假药案 2022年5月 相关部门经调查发现 李某某及其团伙成员 通过购买包装盒 带 瓶等原材料 加工生产试案假药 再利用微信朋友圈进行宣传 并以顺丰邮寄方式销售全国各地 更牵出了郑某及其团伙 案件7 吴某某等 伪报 瞒报 走私进口医疗美容产品案 案件8 陆某走私医疗美容真剂案 2021年12月至2022年8月 犯罪嫌疑人陆某 从韩国订购肉毒毒素 玻尿酸等医美真剂走私入境 还对一些产自欧洲的医美真剂 进行走私活动 第9起案件呢 是银口战前 治美名言医疗美容门诊部发布 医疗美容违法广告案 第10起案件是 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走私韩国医疗美容化妆品 仪器设备案 案件11 大连市干警子区人民检察院 督促履行医疗美容监管 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2023年1月 经查张某某位取得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及医师职业资质 在多个居民小区 和临时租用的旅店内 为多人实施 面部注射肉毒毒素等 医疗美容诊疗服务 现场诊疗条件恶劣 诊疗器械不符合医疗卫生要求 上述11起案件涉及违法违规行为 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这次呢 辽宁出重拳治乱象 除隐患 从细节清理 从快整治 从严执法 有利有序有效的 对医美行业突出问题 进行专项治理 那咱们消费者在选择医美的时候 请一定要谨慎对待 考察好是否是正规机构 医疗资质如何 合同条款发票等等 是否齐全 来看一下互动话题 今天待会儿说的这个睡眠怎么样 我发现这个话题猜的朋友特别多 每个人在睡眠质量问题上 都是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比如睡不好觉 身体也不好 精神状态也不好 岁月发条说了 零零晚上好 我这个睡眠就不太好 只要有一点不愉快的事 就睡不好觉 我调节睡眠的方法有三个 一呢是增加锻炼的强度 累了就能睡好了 对 二呢是睡觉前泡一泡脚 这个方法有作用 第三呢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心态 心无杂念 没有烦恼 自然就会安然入睡 的确啊 这个除了比如说我们这个 生理的这个状况之外啊 比如说你多运动啊 泡泡脚喝牛奶啊等等之外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很重要的 就是睡觉前别想那些闹心事啊 季孟杰留言说 零零你好 我是一位65岁的老人 睡眠还行啊 睡觉前不想没用的 不看大喜大悲的电视剧 我看不爱看的书 一会儿就睡潮了 然后断裂身体也是能改善睡眠 看不爱看的书啊 想起上学的时候 睡眠怎么好啊 一背那些这个功课的书 马上就睡着 那才快呢 是不是 好了 感谢各位参与啊 这个话题还继续 期待你跟我们来说一说 调整自己睡眠 快速入睡有什么妙招 稍后都市即将站来说说 未来一周详细的天气情况 这几年 关节老跟我对着干 走久了 膝盖疼 抬胳膊 肩膀疼 关节又痛了 我就不信 治不了你 治得了 治得了 关节疼痛 有的治 营养鸡排 盐酸胺基葡萄糖胶囊 国药准子 不仅止痛 更能治疗和预防 关节炎 关节疼痛 消除疼痛 想动就动 专药专制 关节疼痛 营养及安糖 2023都市气象站 执手自信 医治冷碗 妈妈去过很多地方 可是她说 还是辽宁好 不光是好玩的地方多 好吃到更不少 我的口水 走在这红墙上 空气中 都透露着历史的味道 街上的车水马龙 晚上的灯火水菜 时刻提醒你 一天三顿 小烧烤的魅力 可别小瞧了烧烤 这锦州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妈说 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很多 我想赶紧长大 去发现 去体验 每一位来辽宁的人 其实在和我们一起发现 刚才都市气象站提到了 明天还是个好天气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越欲试 想出去走一走 那未来一周 这样的好天气 会一直持续吗 诗涵跟我们说说 好的 全省的观众朋友们 晚上好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站 我是诗涵 昨天开始冷空气撤离 辽宁的气温只跌回升 昨天的最高温度 跨越了10度的线 再配合温柔的天南风 体感是温暖了不少 尤其午后出门走一走 温暖和煦 今天我省延续了 请好的天气格局 温度是继续攀升 同时各地以天南风为主 攀升的气温和煦的南风 简直就是出游的标配 很多朋友是安排了户外的活动 没有辜负这美好的天气 那今天没有出门的朋友 也不用着急 明天还有机会 户外活动也可以继续安排起来 明天全省请好天气继续 全省全天阳光明媚明亮一片 温度也会进一步的攀升 早间还是会有一些凉 半数城市的最低温度 依旧在零下 各地的最低温度 是零下午的零上五度 午后的温度 全省会比今天再升1到4度 那全省除了像丹东 大连 银口 盘景 不足15度以外呢 其他城市均会超越15度了 朝阳是全省最暖的 可以达到19度 那风力方面 明天的全省依旧会以南风为主 最大风力会有所增大 会达到4到6级 南风起 温度升 空气会持续干燥 这样的天气背景下 森林的活践等级也会随之升高 防火问题依然得重视 提醒大家在户外的时候 不要使用明火 那辽宁正式入春之前 冷暖空气总是你来我往 明天夜间新的冷空气就要到位了 受冷空气的影响 下周一的时候 温度会小幅度的下滑 像沈阳 安山 本溪 铁岭 盘景五地 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震雨 到了下周三的时候 还会有一股实力更强的冷空气道 辽宁的温度将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并且会连续下降三天 那到了下周五的时候呢 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 又会来到零度出头了 是下周最冷的一天 春寒料窍 最近呢别看最高温度啊 各种起高调 但最低温度呢依旧是比较低迷的 基本呢都会位于冰点以下 早晚外出体感是很寒凉的 待会儿还是要多加注意保暖 那好了 今天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最后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 沈阳国防医院 五同微窗妙除 静脉虚张 动脉硬化闭塞 2825377 千山九 北派降乡 辽宁礼物 辽宁福采 立足慈善工艺 拥单社会责任 中国福采 一起造福 锦筑银行 为您提供 理财 基金 贵金属等 金融场景服务 雪阳情 零下三到十六度 大连情转 多云四到十二度 安山情 五到十六度 辅顺情 零下四到十六度 本西情 零下一到十七度 当东情 零下三到十二度 锦州情 一到十六度 银口情 零下四到十五度 复心情 零下五到十七度 辽阳情 零到十六度 田领情 零下四到十五度 朝阳情 零下三到十九度 盘景情 一到十二度 葫芦老情 零下三到十六度 新鲜水果 配优质冰糖 白砂糖 保持天然果香 广天罐头 绿色健康 尝了才知道 吃了忘不掉 老慢吃 老肺病 老可喘 年年制 年年饭 厌毒心肺 同时调 慢病快制 不手软 02422767676 开车上路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每一位上路的司机 请一定握好手里的方向盘 多注意 多留神 前几天 在丹东东港 就出了一起车祸 驾驶员受伤被困 3月16日下午2点左右 在丹东东港 前阳镇附近 一辆轿车 在行驶的过程中 不小心撞到了树上 通过现场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驾驶室被撞得已经变形 驾驶员被困 无法动弹 他皮卡没卡住 丹东消防 到达事故现场后 马上利用液压检扣前 车门进行破拆 经过15分钟的奋力救援 被困男子 被成功救出 并被120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出门在外 要注意安全 家里的安全 咱也不能忽视 3月14号下午5点左右 在丹东 丹东消防立即赶到现场 进行排险 消防对现场群众 进行了疏散 同时对坠务进行处理 在现场 两名救援人员 在6楼对实施救援的操作员 进行保护 以及辅助工作 而另一位消防员 携带安全防护装备 结合绳索 将到5楼窗外实施操作 大约20分钟后 坠落的窗户 被成功拿去 放到安全地带 由于处理的及时 现场没有人员受伤 提醒一下大伙 现在这个春季 风都比较大 所以高空的广告牌 阳台放置的物品 都要小心 另外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要仔细检查 下家里的门窗和空调支架 是否牢固 如果有松动 一定及时加固 万一砸到人 后果就不堪设想 身体出意外 也真的是后果不敢想 这段时间 咱们良宁这个气温 真有点让人琢磨不透 风和日丽和气温骤降 不定时放松 冷热一变化 就让不少特殊体质的人群 吃不消了 春天一大澳 虽然此时天气 开始逐渐回暖 但是昼夜的温差 还是很大 尤其在东北地区 借着走访 沈阳市内多家医院发现 此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高发时期 神经医学中心 就是心脑血管病 发病率高 所以脑血管病 的病人也特别多 其实在我们科室 是一床难求 很多病人都住在 附近的酒店在等床 而目前病房里住院的脑出血 脑梗死的患者不在少数 陶英群主任介绍说 很多患者既往患动脉瘤 却不自知 恰巧在这个时间发病了 高血压脑出血 动脑瘤 主要我们下降出血的破裂 其实动脑瘤 早就在脑里存在 它为什么就春天和秋天 特别多 就是冷热刺激以后 它休耳收拾 它这个应激能力不行 记者在北部战区 总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 见到了张文博 张文博今年25岁 一年前也就是2022年3月16日 张文博突发脑出血 情况十分危险 张文博的父亲说 经过紧急抢救 孩子的命保住了 但是孩子却落下了 身体震颤的后遗症 看着孩子生病 家长甘着急 张文博的父亲说 为了给孩子治病 这一年间辗转多个城市 经过医生检查发现 张文博因脑出血后 患上霍姆斯震颤症 这种霍姆斯震颤 除了这种小脑 和脑干上的病变 还有一些像药物 还有一些重金属的中毒 还有一些像脑梗塞 足种导致的一些 震颤样的发作 陶英群主任介绍 临床上发作震颤的患者 不在少数 不少患者因为治疗不当 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目前张文博接受了手术治疗 恢复良好 像我们常见的部位 像肌体节区 还有中脑区域 纹状体 它都累积到环络 进行电池 就是叫脑起活器手术 然后来整合它的运动 包括胳膜三角 也要进行干预 手术以后 我们一开机 病人的震颤 就能缓解 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陶英群主任提醒 大家在现阶段外出时 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尤其是中老年人 和一些特殊体制人群 站立或者转身的时候 动作一定要慢一点 你猛地回头 有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颈 比如说你颈椎 要是不好的话 你这个一般 你颈部的活动 就要注意 要循序渐进 而且椎记动脉系统 它就在颈椎的横土口走 它有硬化 而且它这位置 有颈动脉感受器 对血压的波动 都有很大的影响 外出运动 咱们一定要做好保暖 别觉着自个年轻就没事 咱们每个人都别大意了 日常一定要监测好血压 如果有心脑血管 疾病史的朋友 最好在兜里 备好常用药 有不适的症状 及时就医 其实要想身体好 咱们还得日常 要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 比如说现在天气 越来越暖和了 我就看到公园里 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伙伴们 走步的 跳跳舞的 这个精神状态也会更好 那大伙都喜欢 什么样的运动呢 大春留言 他说明天晚上好 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跳舞 小时候跳儿童舞 中青年跳交易舞 现在跳健身操 睡觉前做点平板支撑 俯卧撑 没有特殊情况 十点之前上床休息 实在难以入眠 推荐大伙就找自己喜欢的 轻音乐听 音量小点 15分钟到20分钟 基本上都能睡着 还有听书 的确 如果你坚持适当运动的话 其实你睡眠应该会不错 如果说挨尖就睡不着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睡眠时间 往前调一点 给大家一个安静 身 安静下来的时间 这样的话 你的身体也会尽快地 进入睡眠状态 涛哥说了 零零你好 我觉得改善睡眠最好 睡前喝一杯牛奶 有点困意了 再去睡 一会就睡着了 早上醒了之后 喝一杯温水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便于清醒 我发现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 提供给电视机前 被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 看看有没有作用 车辆电瓶频频频被盗 专挑监控盲点下手 他这个闲野人 有一定的反振扎能力 脚兔三哭东躲西藏 警方梳理近四个月的 电瓶盗窃案 能否将他绳之以法 这几年关节老跟我对着干 走久了膝盖疼 抬胳膊肩膀疼 关节又痛了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治得了治得了 关节疼痛 有的治 营养鸡排 盐酸胺基葡萄糖胶囊 国药准次 不仅止痛 更能治疗和预防 关节炎 关节疼痛 消除疼痛 想动就动 专要专治 关节疼痛 营养鸡安堂 穿街走向 微观城市外向 大家好 我是小川 认识一座城市 就像遇见一个人 今天大街已经62岁了 每一处古迹 都预育出城市的文化 为什么小河沿地区 寻找最苦时的快乐 每一条街道 都应刻出城市的个性 和我一起 微观城市外向 同你一起 分享岁月时光 向着新的一年 努力 向上 穿街走向 与你分享 新北方有三沟多粮香 特约播映 近日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公布2022年度 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信名单 北京市朝阳区 等94个县市区 获通报表扬 其中我省水阳市 于鸿区 和营口大石桥市上榜 文旅部等部门 拟规定电竞酒店 严禁违规接待未成年人 电竞酒店应设未成年人 进入标志 在消费者入住等环节 明确告知不接待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不得允许持未成年人身份证 预定电竞房 电竞酒店经营者应设置 禁止未成年人登陆计算机的功能 目前该规定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云南省建川县 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截至目前 经国务院批复认定的 历史文化名城 共有142座 我省的水阳 辽阳也榜上有名 2022年度 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在南京发布 包括滞留计划石库 揭示早期有核脊椎动物崛起 与多样性 古基因组揭示 新疆5000年来人群的形成历史 超微结构 揭示云南虫 具有原始脊椎动物 咽部骨骼 性选择促进长颈鹿类 头颈部特异性演化等 近日 伊巴拿马级货轮 在南沙群岛万安滩西南 约120海里发生故障 请求救助 我国立即派出大型海洋救助船 救助人员经九天海上脱带 纵跨中国南海南北端 成功将预险货船 脱救至安全海域 船上21名船员平安 为我们中国的救援力量点赞 3月17日上午 一段三亚裔导游 疑音游客未购物 大骂游客的视频受到关注 经调查 视频中的旅游团 为2月23日 海南新享乐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接待的 为期四天三晚的散客团 带团导游 为杨某某女 其导游证挂靠 海南新环游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目前海口市龙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令旅行社提高从业人员 及导游服务质量 对涉事导游已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将依法依规处理 针对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三亚市相关部门将严厉查处 绝不姑息 机动车的电瓶 尤其是货车的电瓶 是一些不法分子眼中的香饱饱 因为盗窃这个东西来浅快 尤其是大货车的电瓶 还是外置的 下起手来更方便 但是你得了不义之财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 不久前 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 就抓获了一个专门偷电瓶的嫌疑人 今年2月初 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 连续接到几起货车电瓶被盗的警情 通过初步调查 警方发现 嫌疑人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一看就是个惯犯 报警人说他把自己的相知货车 从1月30号停到2月4号上午 停换在江东几个人 然后之后他在求车的时候 发现他的相知货车电瓶被盗了 这个嫌疑人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他会看着我们界面的视频监控 找到视频监控的盲区 一般找这种地点来进行作案 由于案发现场的视频线索不完善 副所长吕一冲 结合自己在指挥中心的工作经验 对全市4个月以来的电瓶被盗的警情进行梳理 最终在其中50期警情中 梳理出嫌疑人的三个作案规律 无中心现场视频 作案时间为夜间0点到4点 案发地都为大东 省河以及浑南地区 结合这几点作案规律 警方排查出一辆可疑的车辆 他白天利用接打车进行踩点 晚上他还是用这台接打车 然后套取了两辆其他车辆的牌照 但是我们通过缜密的视频检索 发现有同样特点的车辆 同时出现在发案的中心现场周边 锁定嫌疑车辆之后 民警很快找出了案件的嫌疑人 经过机动的比对 发现一名嫌疑人 他有盗窃盗窃某车的前科 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比对 进一步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王某 他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锁定了嫌疑人之后 警方对其落脚点进行摸牌 没想到嫌疑人竟然有三个落脚点 每次作案后随机回到其中一个落脚点 通过摸牌我们找出嫌疑人 在我市共有三个居住地点 都相聚于较远 这些嫌疑人有一定反侦察能力 在每次作案后 他并不是回到某一个地点 他都是先到外边转一圈 大概那种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再回到其中一个点 别看偷电瓶不是什么技术活 但是这个嫌疑人躲避警方调查 倒是有一套 不过也别高兴太早 就算狡兔三窟隐藏踪迹 结果也是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 警方在地嫌疑人的三个落脚点 进行排查后 在其中一处位于水阳市浑南区的落脚点 发现了那辆接答车 随后民警立即组织抓捕 一路蹲守在嫌疑车辆附近 一路在嫌疑人可能的居住场所附近 准备两头一堵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从嫌疑人的居住地点 竟然出来一名女子 当女子到一楼下的时候 我们对替进行盘问 得知嫌人确实在这房间里居住 而且正在家中赎税 在做嫌人同住人员的工作以后 这个同住人答应我们 配合我们公安机关 将房门打开 这是我们一拥而尽 因为这名女子的配合 抓捕行动特别顺利 警方在抓捕嫌疑人王某后 将其带到捷达车旁进行指认 同时发现了 还未来得及 销赃的16块电瓶 据嫌疑人王某交代 之前盗窃的50多块电瓶 全被他卖到了一处 废品收购站 共获得6500元的赃款 随后废品收购站的江某 也被警方一并抓获 嫌疑人江某 他涉嫌掩饭门分局所得 也被我们达东分局情势拘留 因为他收的电瓶 第一个来路不明 第二个他收的价值 远远低于市场价值 以每公斤5块钱的价格 收取同一个人大量电瓶 而且在明知 这个嫌疑人王某 是盗窃电瓶情况下 他依然不知悔改 继续大量收购 这种行为已触犯刑法 事前踩点躲避监控 作案后闲逛两小时 躲避追踪 还有三处落脚点 为了来点快钱 也算是绞尽脑汁了 咱就说把这心思 放在正道上 稳稳当当 打工赚点钱 花着是不是也踏实啊 哎呀晚上估计也睡不着 这个心里没事啊 我觉得这个才能睡个踏实觉 对吧 今儿咱们互动话题 也在聊睡眠这个事 你的睡眠怎么样呀 看一下碧草清新说了 零零晚上好 我今年已经六十多了 说起睡眠啊 总感觉自己睡眠不足 每天大约能有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从入睡开始啊 就像烙大饼似的翻来覆去 久久不能入睡 即使睡了也不是深度睡眠 总感觉自己在潜意识当中没睡着 白天本来想补个觉吧 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也许是岁数大的缘故啊 的确 就是睡觉之前啊 我们可以尽量让自己身心放松 做一些能够让你身心放松的事情啊 雨过天晴说了 我今年二十六岁 每天晚上十点半 躺床上十一点就能睡着 而且能保持七到八小时的睡眠 提醒大伙晚上关灯 不要开手机 一定能安心睡眠 我觉得你真的是做个好榜样 二十多岁啊 十一点就能睡 我知道很多年轻人都有熬夜的习惯 有的时候过了十二点 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精神啊 越来这个眼睛越亮 越来越睡不着 所以这是个恶性循环 睡眠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很重要啊 我大学毕业就来到丹东六院 有医院党组织培养 有医生天职的激励 有医史科护人员的支持 我接手在感染科岗位 已经三十三年了 每一次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都是对我们医护人员的考验 面对新的病例 我们遵从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原则 敌人来了 有解放军战士 疾病来了 我们医生则勿扛待 平时我组织医护人员 做好影散病例的治疗 疾病流行时 我们全员上岗 闭环管理 看到患者健康出院 我无比欣慰 我们感染科收治的病人 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病情比较复杂 我组织科室医生们 定期开载业务学习研讨 把三十多年的临床经验 毫无保留地 传给年轻女生 让他们早日成为 独当一面的不干 作为党员 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初心 作为医生 救死扶伤是我的使命 我是党员 关利心 消防员不光能灭火 还能破解紧箍咒 最近大连普兰店 有一名女子 这个戒指卡在手指头上 怎么也摘不下来了 这小东西像个紧箍咒一样 死死地整不下来 紧急时刻 消防员出手了 3月10日下午 大连普兰店的一名女子 在家人的陪同下 走进普兰店区 消防救援大队 商业大街 消防救援站求助 原来她的左手无名指 被一名戒指紧紧咬住 在家尝试了很多办法 都没能取下 而且女子的手指 已经出现红肿现象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了解情况后 消防员马上实施救援 为避免剪切时 伤到女子的手指 消防员先后找来牙签 和塑料片塞进戒指里 再依次尝试 用大绝缘剪 小绝缘剪 和尖嘴钳剪开戒指 戒指被剪开一个小口后 女子的手指终于脱困 一家三口的表情 也一下轻松了许多 消防提醒 如果遇到戒指 无法摘下的情况 可以涂抹肥皂水 油类物质 或其他润滑剂 进行润滑后再尝试 如果仍无法摘下 应及时就医 或向消防部门求助 无独有偶 3月13日中午11点左右 遥阳县小北河镇 郭家村也有一人手指被卡 遥阳消防接警后 立即赶赴现场 经勘察询问得知 运营工人在调试 纺织机上的齿轮时 不慎将左手中指 卷进了滚轴里 随时工人的手指 已经被卡了半个小时 肿胀严重 甚至已经发麻 如果不能及时脱困 工人将面临断止的风险 消防员用最快速度 清理机器周边的杂物 对机器结构进行观察后 制定救援方案 一组消防员 对手指上方的铁轴进行切割 再由另一组消防员 对活口做进一步扩张 经过了20分钟的紧张救援 工人手指顺路从机器里移出 在工友的陪同下 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消防提醒 在咱们日常操作 各类机器设备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 严格按照规定来操作 如果不小心被这个机器卡住了 冷静应对 及时切断电源 采取科学合力的办法自救 必要的时候向消防来求助 遇到盗窃案 那咱必须得向警方求助了 最近的大连一家企业的 电缆线和变电箱的铜线被盗 涉案价值百万元 到底谁干的呢 2022年11月 港电派出所接到某工业园区 一家企业报警 称厂内的电缆线 变电箱铜线被盗 影响了厂内的正常生产 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很大 当时咱家达经营员 报告给我以后 我来现场一看 车舰里包括变电箱式的电缆 几乎都被盗了 就是价值不小 所以我们就及时报警了 民警调查发现 此前在这个园区里 也有两家企业的电缆线变电箱铜线被盗过 作案手法高度一致 初步确定为同一团伙所为 但由于报警时间和案发时间相差甚远 现场痕迹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而且厂内也没有监控摄像头 民警只能通过实地走访 多方取证来进行调查 一个身高大约1米75 穿白色上衣 开白色加达车的一个人 就不如了我们的视野 该人驾驶人 该车 长期而且有频率的 出现在港店的一些厂房 以及园区中 一些场所中 而且在这个上述地 都有相同的 这个盗相迹的发生 那么根据该社会号 我们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伊某 民警调查发现 伊某没有前科 没有固定收入来源 却经常出入高档娱乐场所 在锁定伊某的住址后 民警立即在周围蹲守不空 2月10号11点多 伊某被警方成功抓获 在抓捕日当天晚上 他还约了两名同伙 一个叫徐某 一个叫滕某 他们三人预计 准备再次作案 那么接到盖校姓座之后 我们立即研判 当天晚上17时 在网络西站 以及网络市内 将上述二名嫌疑人抓获 民警在伊某的车辆后备箱里 发现了20多种作案工具 这些东西呢 是犯网嫌疑人伊某的作案工具 像大型的一压钱 小型的老鼓钱 是针对不同型号的电缆 进行分割处理 像白色的收纳条 主要是对分割下来的电缆 进行打包处理的 那个简便的橙色 那个漆子呢 是用于犯网嫌疑人伊某 进行登高处理 比较高的电缆时 进行分割处理的 伊某到案后交代 他没有工作 看到工业园区内的废弃厂房 没人看守 便动了歪心思盗窃电缆线 和变点箱的铜件 第一次作案后 没被发现尝到了甜头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后来他还自学了电工知识 研究拆卸变点箱铜件 伊某供述 其在2020年第11月末 直至2023年第1月初 这段期间的总共作案16起 那么所涉及的金额 达到了 100余万 在这个实际作案的过程中 伊某负责准备车辆 准备工具 滕某或者是徐某 在外负责放缝 以及为其搬运 所盗窃来的财物 警方调查发现 伊某作案时特别谨慎小心 他的两名同伙 滕某和徐某竟然互不相识 伊某每次盗窃时 只带其中一人 分组交叉作案 而且盗窃所得 也都放在自己家中 亲自销赃 拿到钱款 再分配给同伙 目前 犯罪嫌疑人伊某 徐某 滕某 已被瓦房店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这几年 关节老跟我对着干 走久了膝盖疼 抬胳膊肩膀疼 关节又痛了 我就不信 治不了你 治得了 治得了 关节疼痛 有的治 营养鸡排 盐酸胺基葡萄糖胶囊 国药准子 不仅止痛 更能治疗和预防 关节炎 关节疼痛 消除疼痛 想动就动 专药专制 关节疼痛 营养级 安糖 今天咱们说了 中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3出炉了 说的是 关注大伙的睡眠问题 不知道大伙睡眠质量怎么样 半小时快速入睡 你有什么好方法 看一下帅哥老了留言 他说我退休以后 没啥事 另外前段时间 疫情不让出门 生活规律有点紊乱了 有一段时间就严重失眠 为此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一是加强白天的活动力度 二是按照网上教的方法 做一些按摩 调理一下身体 这就改善了睡眠状态 现在我又上班了 天天忙 睡眠状态非常好 的确 你要是觉得白天好像什么事没有 自己这个精力没发挥出去 可能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稍微会有一点入睡困难了 所以白天我们还是多增加一些运动量 厂量人生说了 李李你好 平时工作不忙或者休息放假的时间 我睡眠还很正常 但是心里有事就睡不着觉了 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 睡眠质量时好时坏 很苦恼 我曾经天天晚上用药泡脚 睡前喝一杯热牛奶 晚上九点半之前必须上床睡觉 如果没有睡意可以看一下手机 不要看有声音的视频 等到有一丝困意就马上睡 如果半夜睡醒了 不要看时间 闭一会还能睡着 有失眠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天天说了 其实我觉得运动是最好的 促进睡眠的方法 白天让自己充满活力 稍微累一点 晚上泡个脚 喝杯热牛奶 真的能安心日睡 不信大伙可以试试 其实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 其实白天多一些运动 有益于睡眠 天越来越暖和辣 也希望大伙力所能及地动起来